大家好 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我們今天來介紹如何來場高 CT 值的東京旅遊 我們並沒有要挑戰如何限制花費 那個我們已經在別的影片做過了 這支影片只是單純的教大家如何用比較省錢的方式 還能夠在東京玩的好吃的好 那廢話不多說了 我們就看下去吧 關於住的部分我就雲淡風輕的稍微帶過 因為我住東京所以平常也不會住飯店 但只要是淡季的平日商業旅館都不至於到太貴 想要省一點的話也可以選擇住青年旅館 行的方面如果能夠使用一日券或是外國人三日券會比較優惠 那鮑勃因為住在日本有很多優惠券也都不能賣 但最好的方式就是盡可能使用童龍哥交通運輸系統會比較省 這一次的行程我們就使用東京Metro地鐵 上午9點左右我們來到日本橋 怎麼樣吃到便宜的早餐就是看早餐外食的上班族是什麼啦 我們來到Sobayoshi日本橋店 Tabelloku高達3.75分 鮑勃點的冷蕎麥麵加上雞松蓋飯只要570塊日幣 雖然很便宜但這家店的蕎麥蘸醬完全不使用任何化學調味料 還可以嘗到濃濃的堅韻味道 橋外面也是非常的有嚼勁 比很多大型連鎖店便宜 也比大型連鎖店好吃 吃完早餐大概10點左右 我們從日本橋乘坐銀座線 5分3站來到了莫廣町 步行5分鐘來到3331 Arts Chioda 這裡原本是一所國中 在2010年的時候改建而成一個藝術中心 提供設計師做展覽 也提供一般人在Common Area做交流 大多數的展覽也都免費 寶寶去的時候剛好在展出諸室蕙色Echos 所製作的短篇動畫Piano Man 還蠻酷的 參觀結束大概11點半 我們就用走的方式逛到上野吧 我相信大家早餐蕎麥麵還沒有消化完成 所以現在吃中餐應該也太早 但吃點心總可以吧 我們走到上野的路上會路過 東京最有名的甜點百名店 Uzagiya 230日圓的銅鑼燒紅豆線 是職人細心的製作 把不合乎標準的紅豆去除 只留下最高品質的紅豆所做出來的 真的好好吃 我們持續東京走著瞧一下 就到上野恩賜公園囉 上野恩賜公園是日本第一個公園 於1873年開園 占地53萬平方公尺 大概10個東京巨蛋的大小 公園裡面的東兆宮 以及布仁池 也都是值得一訪的區域 如果走累的話 何不坐在星巴克點一杯340日幣的茶 也有錢人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下呢 時間之下有一點左右 差不多也餓了吧 吃個炸豬排如何 我們從公園大概走個10分鐘 就可以到達今天中餐的餐廳 山家 東京炸豬排百名店這麼多 為什麼這次要特別選山家呢 答案是價錢 這家店最貴的大分量 Hirekatsu定食 也只需要1250塊日幣 跟連鎖店的炸豬排不會差到太多錢 甚至更便宜 現炸的大分量的炸豬排 吃起來真的很爽 面衣十分的酥脆 不會太油膩 應該是鮑伯覺得東京CP值最高的炸豬排店 吃完炸豬排就留在阿門橫丁稍微走走晃晃 剛剛吃炸豬排省下的錢 就來買一下藥妝吧 哈哈 那我們就一路晃到上野車站 回到車站大概下午2點半左右 我們乘坐銀座線15分鐘到新橋 帶大家來觀個鮑伯很愛的日式庭園 兵離公恩賜庭園 門票300日幣 這個庭園將互時代 距近300多年以前就已經建造完成 於1946年開放給大眾 園內最大的特色是潮入之池 就是將海水導入庭園中的水池 因為海水有潮汐現象 所以不同的時間看這個池會有不同的感覺 整個公園大概是上野公園一半大小 所以花個一個小時 在園區內悠閒走走吧 現在是下午4點左右 我們去個免費的觀景台看看東京的美景吧 這裡是一棟叫做カレタ的大樓 我們搭乘透明玻璃的電梯 有一種火箭要起飛的感覺 心曠神移 到了46樓 200公尺高的觀景台 遠眺剛剛的兵離公安寺庭園 看看東京的海景 不要忘記這個觀景台是免費喔 已經來到東京 就應該要去看看東京鐵達囉 我們回到新橋車站 坐銀座線到虎之門之丘 轉車到神古丁 10分鐘以內就到 從這裡一路走到織公園 可以看到東京鐵達的各種不同樣貌 有從停車場往上看的 然後在大草皮上看的 然後稍微在草皮上坐著休息一下 太陽下山變成晚上的東京鐵達 也真的是超級美 看完東京鐵達大概估個下午6點半左右 因為要省交通費 我們徒步15分鐘來到麻布石方車站 乘坐南北線到永田廳轉車 遊樂丁線到月島車站20分鐘左右 我們來吃鮑勃最愛的 超高CP值和牛燒肉百名店 再試 這家的預算我們大概就估個4000日幣左右 當然便宜並不是這家店的唯一特色 在世所使用的牛肉是可以跟神戶牛跟松阪牛起名的飛駝牛 而且是其附現飛駝牛的名店山武商店的牛 飛駝牛的特色就是肉質細膩柔軟 入口即化的口感真的非常棒 另外一提這家店的牛肉是店員幫你烤的 所以可以確保牛肉烤得剛剛好 吃完燒肉我們也就結束今天的高CP值東京旅遊的行程囉 今天大概總共花了7500日幣左右 以上就是這次高CP值東京旅遊介紹 可能會有人說7500日幣哪要省 但鮑勃必須再次澄清我們這次吃的以及所玩的內容 其實CP值都非常的高光是一天擺明店就吃了三甲 而且晚餐還吃了和牛喔 我們追求的並不是價錢可以壓多低 而是怎麼樣比較少的錢可以玩到高品質的行程 大家喜歡這類型的影片再跟鮑勃說囉 喜歡東橋並且支持東橋的朋友們也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 讓我們有更多的預算可以拍攝更優質的影片給大家喔 我是鮑勃 下次見 掰掰 小明星中ất 小明星期末 小明星期明 individ estar在心臨時